自心为老若仁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在夫妻相处之上 常常有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 那个感觉就是 我把我最好的给你 可是为什么你常常不能够 体会到我的用心呢 有的时候还对我所给你的有批评 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会有一些不愉快 会有一些冲突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觉得 我觉得这东西非常好 我觉得这碗菜非常好吃啊 我非常喜欢吃辣的 我介绍给你吃 为什么你不喜欢呢 我用了那么多的薪池下午 预备了那么久的时间 做了一道菜出来 我觉得藏起来非常好吃 可是为什么你不喜欢呢 可是有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对方 也许他不习惯这个味道 也许他对于某一些的食材 他有一些敏感 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这样的表达 结果夫妻有的时候在 一件美事 一件用心的事上 却得不到好的回应的时候 那么造成了沮丧 造成了挫折 结果造成夫妻之间的不愉快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说 我对你这么好 为什么你不感觉到呢 对 我记得有个例子以前 我觉得这个酸奶 就是优格 好像非常的营养 有益生菌 然后我就觉得 我要把最好的给你 然后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我拿到桌上的时候 我就期望着 你可以把它好好的吃掉 之后你就放着 然后最后我就问你说 你怎么不吃 就是说你不喜欢吃 我不要吃 不要觉得你喜欢的 我就一定要喜欢 那当时我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营养的东西 那你怎么拒绝我 因为当时我觉得 营养的东西太多了 为什么非要吃这个 哈哈哈 其实 关键我想不在于那个营养 营养的东西的确很多 可是我显然没有 没有抓到那个重点就是 你把你认为这是对我 很好的一个营养东西给我 这个其实动机要具想到 那我可能也没有告诉你说 因为我对于某一种食材 有一种 长久以来的一种习惯 对他的一个抗拒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 就产生这种误差了 其实我们需要有更多的 彼此的沟通跟了解 我们需要营养的东西有很多 能够替代益生菌 能够替代这种酸奶的东西 恐怕有很多 如果我们能够在沟通里面找到 一方面你又达到了那一个 说关心我的健康 为我身体好 预备的一个食物 而这个食物也是我能够接触的 而我也能够很礼貌性的 很尊重性的向你表达 不要只是一副觉得说 你怎么都拿这个东西 来给我干什么 这个我不吃的 那种很情绪性的表达 能够被控制住 然后体会到你的用心 然后用一个正确的方式表达 其实一件美事 就可以很自然的进行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 表达其实很重要 有的时候其实 对方是因为爱 所以想给 那可是如果说 我觉得常常生气的不是说 我给你东西不要 而是那个表达的方式 对 所以我觉得那是 其实一个可以学习 因为我们很自然的一个 人性里面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我认为好 我就认为它好 可是夫妻就是从我进到我们嘛 当我进到我们的时候 就不是只是我的感觉了 就是对方的感觉也需要被尊重 但是问题是说 我们知不知道对方的感觉 对不对 我在我跟我的家人 相处了二三四年 以后我进到一个婚姻关系里面 可能我们刚开始才生活几个月 一两年 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了解 但是在我们东方人的习惯里面来讲 我们常常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好了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怎么样 已经成价了 下面就是立业了 我们就把方向转出去了 做别的方向努力 其实跟对方这些人了解 其实从某个程度来看 其实相当陌生啊 他到底喜欢什么 他的个性是什么 他的喜怒哀乐的表达方式是什么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很 我们会觉得说 用我的方式来评量 结果就产生了很多的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跟我不一样 其实答案应该是说 本来就会不一样 那么怎么去了解 怎么去明白 怎么样体会 怎么样沟通 所以夫妻之间是要花时间去沟通的 我觉得夫妻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 就是神的设计非常的奇妙 因为当我们各自都还是单身的时候 甚至从小的时候 都是被单独的这样子 专注的来养大 可是进入到婚姻以后 就变成两个人 甚至将来还要有孩子的时候 就又有更大的我们了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大的蛇子 然后很多的自己想法的放下 去体会对方 然后去习惯 然后用对方能够了解 能够被传达到那个爱的方式来表达 其实我们常常讲说 一个人长大长大 长大不是只有身体长大 心智也长大 心智上长大 其实有个东西是要学习的 小孩子啊 他如果情绪不好 他如果要什么东西得不到 他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哭嘛 就是闹嘛 人大了以后 他懂得用方法去得到他所要的方法 而不是就是很情绪性表达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在夫妻的相处上面 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学习了 而且会回到好像小孩子的样子 最原始的方法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讲说 家是一个很轻松的地方 这个避风港 但是家是一个放松的地方 家不是一个放纵的地方 很多人在家里面是很放纵的 我爱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那这个其实是不理想 需要跟上帝把我们从一个单独的 一个单身的关系 进到一个婚姻关系里面的时候 其实祂是一个学习 祂是一个祝福 人在一个互相的关系里面 会发现我不完美 我可以在这里面去成长 所以像刚刚这个 我们探讨的这个题目讲说 说这一个 我用我喜欢的方式来爱你 可是你为什么不接受 其实在我们 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里面 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 很多人到后来 婚姻就变成是忍受 而不是享受 为什么 我一直忍受对方 用他的方法在跟我相处 其实是需要坐下来谈 对不对 我记得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 有一对 有一个夫妇相处 这个太太是整天在家 是做的是尽心结力 家里面一尘不染 他们的那个家里面的餐具 锅盆 锅盆 瓢盆 那个是洗的 真的是跟镜子一样亮晶晶的 可是她常常觉得说 我做了这么多 为这个家庭做这么多 可是丈夫常常爱生叹气 到底什么都不满意 一直到有一天 他们两人坐下来的时候 所以丈夫才跟他讲说 他说你做的这些东西 我很感谢 可是我真正需要的 不是你把时间 都花在擦地板 洗这些博碗标准上面 你需要的时间 我需要的这种爱的感觉 是你坐在我旁边 陪我聊聊天 听听音乐 看一个很好的节目 或者说我们泡一杯咖啡 一杯茶 心灵有一些交通 这是我所需要的 是不是 所以你就发现 这个例子很清楚了 你爱一个人 要用那个人所爱的方法 去爱他嘛 接受 沟通 然后彼此的一个协调 那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是不是 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也是想像我的父亲 他是用煮菜 做很多的菜 来欢迎我们父儿回来 他就自己都一直在厨房里面 其实我们也还蛮希望 可以跟爸爸坐下来 好好聊聊天 但是他很安静 所以他是用他的那个方法 来爱我们做 那可是我觉得夫妇 有的时候 因为是一个不同的关系 所以 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 去了解说 对方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感受到我的好意 感受到我的爱 我有观察到一个现象 我记得我那时候 跟你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陪你回娘家 常常就是你父亲 就是从下午就一路在忙着 做了一桌的菜 家饶满桌 可是我们回去 可能不是为了去吃那顿饭的 我们回去是要跟他互动的 对不对 可是他就是 然后吃完饭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走完了 你就要回家了 那结果这个 这个跟他的沟通 只有短暂的时间在餐桌上 然后谈的内容都是这道菜 好不好 这道菜很好 其实我们的工作不多 其实是我想这些 都是可以学习的范畴 就是说我们 用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 去爱他 这不是说我们放下自己 同时也向对方表达 我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来爱你 然后寻找那个平衡点 家里面一尘不染 不是不好 但是比起 稍微不那么整洁 可是夫妻之间有更多的沟通 可能沟通更重要 但是也不是说今天为了沟通 我们家里就乱得一塌糊涂 那恐怕也不理想 两者之间经过协长之后 去达到一个平均点 我想那是需要的 而且我说 就是要给对方成长的时间 比如说对方已经感受到 我要改变了 那他有一点改变 其实就要鼓励 比如说他知道 你要用某些方法了 那他有改变 那就要感谢 而不是说 你还是距离那个标准很远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说 本质上来讲 除了沟通 还要有时间 所以这一方面的学习的功课 其实是很长的 对 我相信在这一方面 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探讨 也有更多的节目 可以从这方面来制作 让我们去明白 怎么样子 在夫妻的相处上面 用正确的方法彼此相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